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你持续留守City Plus 你好我是舒明 哈喽我是佩玲 如果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呢 不听话爬爬走会怎么样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 都在想究竟大家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待在家里呢 那我们来看其中一个个案哦 违抗全国行动管制令 在户外跑步的心脏专科诊所医生王贤德呢 今天是被控上庭的 被告不认罪要求审讯 推示允他呢以13000令吉保释 案件呢将会展延到6月9日审讯的 那警方是援引刑续罚点第186条文 妨碍公务员执法 跟2020年预防及控制传染病条例 第3之1条文去提供他的 是的就像是舒明一开头就说的 为什么在实施管制令期间那么多人不听话呢 那我们也看到呢 好多人呢真的就是以身试法 那最广为人关注的 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位王医生 他是被控于呢在3月19号 3月19号其实就是管制令的第二天而已 那他就在冰岛市政厅的青年公园的入口处呢 就跑步 那当时候呢就被市政厅的执法员劝阻的时候呢 他就坚持说他自己呢是为了健康单独外出 跑步他觉得没有不妥 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那执法员呢当时候就拍摄了 他的同事跟王医生呢 就是在理论的这个视频 过后呢就广传到这个社交媒体 就引起了很多的舆论 那推示呢就宣布说呢 被告在两项的控撞之下呢 各自也8000还有5000令期保释 那并且呢必须要交出护照 每个月也必须要到警局报道 OK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不听话的人哈 五名介于17到19岁的青年 晚间呢就在住家前就是群聚 然后尽管呢警方之前曾发出三次的警告 叫他们解散哦 可是都不理会 所以呢五人呢就在今天在和风推示厅 面控时呢扶手认罪 那其中四人呢是被判各罚款1000令吉 跟监禁一个月的 那至于另一名的另一名17岁的被告呢 因为未成年 所以推示诺哈沙比纳呢 就定于5月18日在过堂 以等待被告的道德评估报告出炉后呢 再做定夺的 那被告呢也被允许2000令吉 跟两名担保人保释外出的 其实这几天呢开始陆续呢 有很多不听话的民众被捕或者是被控 那一般呢警方会援引就是第269条文 就是可能散播传染任何危机性命的 疾病蔓延之疏忽行为 或者是刑事法典的第186 妨碍警员执法的条文呢 转开调查 那调查结果呢 如果显示说你是抵触2020年防范级抑制传染病的条例的话 你就会被控了哈 那其实呢很多人确实开始憋不住了 待在家中呢 觉得自己的自由呢 可能就是被困绑了哈 比如说呢 昨天在巴达林在野的时候 有两名男子呢 就供车外出说 要交食谱给友人 那他们呢就被捕了 被捕的隔日呢 马上就被控上庭 那双双呢是被判 坐牢一个星期 同时呢也罚款1000令吉 那在双西大年呢 则是有七个人呢 就躲在游棕园里面的群聚聊天 他们就被这个居民举报 那警方当时候呢 也是非常迅速出队 就围捕了这群人 不过比较有趣的就是呢 警方呢就在当场啊 就罚这七个人呢 就是护拉对方的耳朵 以便他们呢 牢牢记住这个教训 不过更令人感到 比较难过的就是 有新冠肺炎的 这个确诊的病患呢 就隐瞒了他曾经出席 有确诊者出席的 这一个婚宴 那连累了 曾经跟他接触的 这一些急诊室的 医护人员都大家 现在不管是病患 还是这些医护人员呢 都需要进行呢 这个新冠肺炎的检测 是那一名呢 医生呢 他在两天前 在推特撰文的时候 就指出他服务的医院呢 发生病患跟家属 因为没有诚实的 向医护人员去告知说 他们曾经出席 这个官兵疫情 有关的这个婚礼 他指出说 男确诊患者呢 曾早前呢 就在全马走透透 然后出席了七场婚礼 而且呢 其中呢 还有出现官兵症状之后呢 才到他就职的 这个医院里面 接受治疗 可是呢 他还要隐瞒行踪哦 导致被迫所有 跟他接触的 接触这个患者的 所有的急诊室团队呢 都要一起进行 这个新冠肺炎检测 真的是害人害急啊 真的 那在这里呢 当然也要带给你 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 就是刚刚卫生总监呢 诺西山呢 也做了报告 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一个 单日新的确诊病例呢 是达到了156宗 那累积的这一个 死亡病例呢 是37宗 今天的这个死亡人数呢 是3人 累积的确诊病例呢 也达到了2626宗了 所以在这一点呢 真的还是要提醒你 就是乖乖待在家中 那另外 我们也看到呢 第一期的这个 行动管制令呢 现在进入到 倒数第二天嘛 那警方呢 也加强执法了 昨天3月29号呢 因为不遵守管制令 而被警方逮捕的人士啊 就达到了828人了哈 那伊斯迈撒比里就说呢 警方是在全国各地设下的这个路障 还有在巡逻的时候呢 逮捕这一些人士的 那另外他也说 其实呢 目前啊 在行管令期间呢 执法的军警 还有一些民防部队的人员 已经达到了6万多人了 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政府还是会再提高呢 这一个执法的人数 是的没错 那CT Plus会持续为你更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当然还是要提醒你 要乖乖的待在家 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 主编点新闻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